看到我前面视频的朋友知道我的Mac mini M2 Pro定制了万兆的网口 家里网络设备也跟着升级了一轮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都换了哪些东西来升级更新家里的网络 包括我是如何来组网的 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我家里之前全是千兆口的设备 从光猫到交换机 包括之前的老款M1Mac mini 借着这次更新换代Mac的机会 索性把家里的内外网速度都提升一下 这个是我目前家里的网络TOP图 光猫桥接软路由再接交换机 华硕的AX5400放在客厅做Mesh主路由 有线回程 几间房通过有线和交换机连接 比如卧室1就是一个华硕灵耀AX魔方负责房间的无线网络 而下面的工作室由于设备太多 我又额外接了一个TP-Link的交换机 Mac mini就接在它这里 另外一个华硕AX5400也同样与它连接 除了移动设备以外 全部采用有线连接的方式组网 另外两间房子都是连接的WiFi网络 本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 万兆口的光猫和交换机就不太适合我目前的情况 所以我就把速度确定到现在的2.5G 我首先是换掉了好几年前买的3865U软路由 它是6口的千兆 目前更换成了4口2.5G的J4125 搭配IR26的网卡 目前准系统价格也很合适 才500多 如果你不搞虚拟机什么的话 建议只买准系统就好了 内存自己淘一个才50块钱 硬盘更是不需要用 你家里闲置的U盘拿来装系统就可以了 正规品牌的U盘比卖家给你配的那种 RG SSD要好得多又便宜 其实真的不要以为U盘不稳定 Linux日常是跑在内存上面的 只有你在更改设置保存时 才有那么一点点数据保存在U盘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可以随时用两个U盘换着玩 也不会影响家里的网络 刷固件只要插在电脑上 两分钟的事情 另外我还有一个习惯是家里的设备 能有线绝不WiFi 所以之前使用的网件GS105千兆交换机 也更换成了TipLink的SH10005 到此呢 我的终端设备有万兆的Mac mini 其实苹果的这个万兆卡 多说一句 其实真心实惠又好 它是自适应1G、2.5G、5G和10G的 价格才750块钱 如果是交易优惠价格更低 而如果你外置的话呢 比如这个雷电3的万兆卡 就要1600了 那更不谈雷电4的 网络设备也都升级到了2.5G口 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光猫了 这个我在网上也看过好多 有什么用猫棒的 后来也是发热太大 恰好碰到电信299 它可以换一套FTDR光猫的一个设备 这里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确定一下不要用这一款 华为的因为它并没有2.5G的口 而去选择中心的这款F4607P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做广告啊 这个 没有广告 确实好用这个 4个网口中 有一个是2.5G 这样就刚好满足我的需求了 如果不算我换Mac的价格呢 所有花费加起来 总共就是这么多了 可以说是很持家的那种 有没有 好了 另外呢 在无线方面 我家里是华硕的这个 对了 就这个 AX5400 这个 两个 它并不支持2.5G 千兆口 目前可以跑到七八百多兆 可以满足我移动设备的上网需求了 所以无需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资金投入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这次升级家里内外网络 用到的所有设备 如果你也刚好在考虑升级的话呢 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小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